11月3日,美国人将倾巢而出前往投票站,决定是将民主党人乔拜登还是共和党人唐纳德·特朗普送进白宫 但众所周知,今年由于新冠疫情的因素,给本届美国大选的结果乃至投票方式都带来了很多变数 今天我们在开票夜前夕,来为大家盘点一下本次大选前一天的最终民调以及开票的过程与何时能够准确拿到大选结果 首先我们来说民调,投票前的周末,特朗普和拜登都将全部火力集中在所谓的摇摆州 周日,特朗普总统在宾州进行了五场造势活动 周一,他继续前往北卡罗莱纳、威斯康辛及密西根州三州 拜登周末临时改变原先的竞选路线,也来到宾州发表演说 周一还将赶往俄亥俄州做最后的冲刺 截至今日,拜登在各关键摇摆州中的民调依旧处于领先地位 纽约时报公布的数据显示 周日,宾州49-43,佛罗里达47-44,亚利桑那49-43和威斯康辛52-41 拜登均处于领先地位,而俄亥俄州以及德克萨斯州则是站边特朗普 至于今年的民调准确性,说实话,小编也是捏了把汗 但是大家要知道,在过去11次美国大选中 唯一一次民调出现错误的便是2016年的那次 所以大家不妨还是给民调更多一次证明自己的机会 那本届大选何时才能得知谁为最后的赢家呢? 由于今年邮寄投票大量涌入,所以僵使得人们很难在11月3日投票当天就知道谁将获胜 同时对于如何以及何时开始计算邮寄选票 不同的州有不同的规则 这意味着他们何时承报该州最后的投票结果,彼此之间差距很大 有一些州,例如佛罗里达州和亚利桑那州 在11月3日之前几州便开始进行预先处理邮寄选票 但是威斯康辛州和宾夕法尼亚州等其他州则要等到大选日才能开始处理这些票 他们的计票速度因此可能会比较慢 更令人困惑的是,各州接受邮寄投票的截止日期有所不同 有些州,例如乔治亚州,只将11月3日当天及之前收到的邮寄选票视为有效票 但是在俄亥俄州,只要是在11月3日之前计出之后收到的邮寄选票都视为有效票 无论如何,可以肯定的是,在某些州要取得最终完整的投票结果 会花上数周的时间 这意味着我们几乎无法预测哪一天可以确定获胜者 这与以往的选举情况大相径庭 过去几次大选,通常在美东时间投票当晚 23点至次日凌晨2点一定会得出结果 但这一次或许要等到大选几周以后才能获取战情 为了能够让观众朋友们更有针对性的去关注选情 小编专门编制了一份观看指南,下面分享给大家 首先大家要牢记,美国大选比的不是实际投票数 而是选举人票数 候选人需要从538个选举人票中至少拿到270张选票 才可直通白宫 而每个州的选举人票相差非常多 比如最多的加州持有55张选举人票 而有些州,比如特拉华、阿拉斯加等只有三张选举人票 今年由于选票公布时间将会相差很大 所以在结果出来之前一定会有个漫长且又忐忑的等待过程 此刻大家就要多去关注一些领投扬州以及摇摆州的情况 来更加准确地预测大选结果 领投扬州又称风向州,比如俄亥俄州和密苏里州 根据过去的经验,谁在该州获胜几乎就代表他能拿下大选 目前根据民调,密苏里为坚定的红州 特朗普的票仓,而俄亥俄州处于摇摆状态 目前特朗普以微弱优势领先 小编收集上来的数据显示 密苏里州将会在11月3日大选当天公布结果 而俄亥俄州则有可能11月3日可以得到结果 如果两位候选人票数接近 或许会需要完整统计选票 那有可能到11月10日前后才能得到结果 我们再来看几个关键摇摆州 佛罗里达是最早开始结束投票的州之一 美东时间3号晚7点将会开始统计选票 如果结果相差很大 当晚便可得出结果 如果选票相差无几 则可能会退迟到4日才可看到结果 宾州则已经确定无法在大选投票日当天统计出结果 所以宾州有可能将会成为最后的X因素 正如上一届选举一样 直到特朗普在得知宾州击败希拉里之后 才能最终确认自己被全美选民选中 最后还有一种情况 我们也不得不考虑 鉴于这次竞选 双方浓浓的火腰味 以及美国民主共和两党间裂痕的扩大 此次选举也很有可能会出现法律纠纷 这将会更加增加了选举结果的不确定性 届时只能由美国的最高法院来做出最后裁决 好了 以上一切一切的推测与预判 都将会在近期尘埃落定 我们将会为大家持续关注大选的进程与最终结果 欢迎关注iTalk BBTVAPP 直击美国大选专题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 感谢观看